成功台南暗平,有一間鍋餅舌不錯吃 鍋餅舌中國合作郭冰湖 合家本來是在賣碗粿 後來有一位八十幾歲阿嬤跟安莊做鍋餅舌 石木乳是切薄片的 石木乳切薄片 以前是切薄片 切薄片之後煮就是它沒有肉骨 它的小骨頭就被切碎了 所以吃起來就不會有 我們目前做法已經把它 因為會要上菜比較快速 所以我們現在改選品鍋在煮 所以可能拍照比較沒有更新 鍋冰湖本來是要做到湯料煮好後 才在鍋冰湖跟它沾到一丁的米酒 現在都先做到米酒做好 這應該煮起來 對 那是用人的那個 但是我們這裡有比較碎 所以有關係嗎 有,人成的,這有就對了 沒有,沒有,鍋冰湖是用鍋煎的阿 你煎的時候讓人 煎好,撕碎 然後我們就是把它分開放在樓子裡面 煎好多久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改做 是先把鍋冰湖做起來 還要用這樣 你家客人都一樣 也是都這樣做 真的喔 因為會求快速啦 不然客人等的話會比較求 對啊 那我們現在就改選品鍋在煮湯 那我們做法的話就是這樣 對,煮的方式就是等它要大滾之後再放頂邊做這樣 對 這是家客人人熬的,好酒人熬的嘛 對,一個好酒的阿嬤,教我阿嬤教的 因為他要拿香,因為孩子沒有做 他像我阿嬤都撕碗過,你賣一個湯湯的粉 也不錯 他們以前叫做小肉的魚而已 魚而已 魚而已就是冠仔而已而已 也就是魚的皮膚 就是它的魚背肉 這樣一碗種合的一定煮好了 不過台南放的是海鮮的湯料 那家客人的鍋子快速放,火雞雞、肉雞頂頂 你們的牛肉很好吃的地方 對 我以為要再加烤車,不然不然這樣 我以為是三火車 好,這就是原來在賣碗粿 對,裡面還有鹹仔、龍蝦 鱷魚 鱷魚 有魚仔,妳吃飽品 可以吃飽品 前面一敗 哈哈哈,這個沒女生 我叫妳切肉 如果切肉 要切肉 要切肉 不是切馬 Bund 你也好 就銀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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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? 對啦,變的啦 蚵仔嗎? 我視力這樣超好 來,現在玩完水母的來評論 怎樣? 撩得那麼多 但是這個米青 還要舊 可能他胃的好住 米中的米應該米的米又要出來